大家好,我是胖胖罗 今天我们就来还原东京大饭店当中的两道经典料理 山羊奶八发露和北极贝苏和 先来做一道八发露 准备两份鲜奶油 五克吉列丁 加一点水浸泡几分钟 准备砂糖 橄榄油适量 山羊奶呢,我肯定是没有的啦 就用牛奶来假装一下 还需要一颗蛋黄 用蛋壳分蛋就行 蛋黄有点破了 啊,没关系 我还能补救 我还能补救 行 蛋黄中加一些糖 用蛋抽一直搅打 直到蛋黄被微微打发 体积变大,颜色变浅 将假羊奶用小火加热到沸腾 再小心地倒入到打发的蛋黄中 把蛋黄假羊奶放在热水盆上 一边加热 一边搅和到液体变粘稠 直到用手指滑过沾了混合液的木勺 可以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为止 再把泡好的吉列丁 搅和到温热的蛋黄液中 撤去热水盆 加入一些冷藏过的鲜奶油 降温也增加柔润的口感 将奶油酱过筛之后 冷藏保存 现在来打发另一份鲜奶油 用冰镇过的盆子 可以让打发奶油变得更容易 只要用中低速 打发到六七分发的程度 就可以了 再与冷藏过的奶油酱 混合均匀 看看这个质地 甲羊奶八发露是软滑浓稠 并且有一定支撑力的短短 接下来就是给八发露做个造型 放上一点新鲜百合泡 和烤过的杏仁片做装饰 在八发露四周浇上一些橄榄油 撒上一丢丢海盐 那么这道东京大饭店的甲羊奶八发露就完成了 下一道 在盆里放一些大粒粉盐 再撒上大把大把的海盐 要尽量模拟海水的环境 幸好小时候呛过海水 咱们有经验 把新鲜的花嘎浸泡在甲海水中 至少三个小时以上 让它们尽情的吐沙 与此同时 我们来剁一些洋葱碎碎 再剁一些蒜末 接着要试着做个小酥盒 先将一块酥皮擀扁 擀成大片 再根据模具的大小 将酥皮切割成小薄片 把分好的酥皮放进码分圈里 塑形成一个小碗的形状 再用小刀将酥皮边缘多余的部分切掉 在酥皮小碗里铺上一层锡纸 倒入派石 我当然还是没有啊 然后稍微烤制一下 让小碗定型 烤好后将派石和码分圈拿掉 给酥皮小碗刷上一层蛋液 烤箱仍然预热到200度 再烤20分钟 直到上色 我们回头来看看这些生蒙咖喱 蛤蜊 烧开一锅水 放入一片柠檬和一片洋葱 再将10颗花蛤 放进锅里 转中火煮到蛤蜊不再羞涩 通通开壳 花蛤开壳之后 就把它们都捞起来 避免煮老了 煮过花蛤的汤 鲜味十足 过滤一部分出来待用 把煮好的蛤蜊肉肉 从壳子中剥离出来 壳子上的小蛤柱也不要浪费了 毕竟我是一个家里什么都没有的美食up 要节俭 既然这道菜只用了10颗花蛤 那么剩下的蛤蜊呢 自然就被我做成了花蛤粉丝 真好吃 咳咳 跑题了 然后将各种蘑菇切成小块 再用小火将平底锅中的黄油加热至融化 加入洋葱碎 翻炒至变色 倒入蒜末和各种蘑菇后 调成中火翻炒 搓一些手泥调味 倒入过滤好的花蛤 花蛤汤提鲜 筛一丢丢面粉 再倒一点奶油调节颜色 也可以让味道更浓郁 别忘了添加煮好的花蛤肉肉 和我吃巨姿搞得可生食级别的北极贝 最后关火 洒入欧芹碎碎 把炒好的奶油蘑菇北极贝 装到烤好的小苏盒里边 那么这道奶油蘑菇北极贝苏盒就完成了 先来口甲羊奶八发露 口感和触感是那种顺滑而有空气感的奶洞之地 一咪就化在了口腔里 百合的清新 八发露的奶香 更突出了海盐和橄榄油的风味 由于拍摄时间较长 小苏盒被奶油汁泡久了 没有原作中那么酥脆了 口感上打了折扣 但是整体口味非常丰富浓郁 还可以尝出北极贝和花蛤的鲜甜 就是这道菜不太适合用叉子吃 非常的不友好 品尝下来 没有假羊奶八发露那样经验 那么我要去吃花甲粉了 掰了个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